7月20日是法轮功犯迫害21周年 在全球法轮功学员持续向世人讲述法轮功真相 曝光中共残酷迫害之际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一发表官方声明说 中共对法轮功学员21年的迫害已经太长太久 必须停滞 声明全文翻译如下 自1999年以来 中国共产党试图铲除其源于中国的精神修炼功法法轮功 及其和平修炼者 以及那些为信仰权力奋斗的人权捍卫者 大量证据表明 中国政府至今仍在镇压和虐待这个群体 由法轮功学员遭遇酷刑 以及数千人被拘留的报道 去年 我欢迎张玉华博士参加促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 他是众多中共迫害法轮功运动中的幸存者之一 他讲述了他在中国的老教所和监狱中 遭受的哭刑 并呼吁释放他被监禁的丈夫马振宇 马振宇因拒绝放弃他的法轮功信仰 已遭受长达数月的哭刑 我们呼吁中国政府立即停止 其对法轮功学员的非人虐待和不当行为 释放那些因为信仰而被监禁的人 例如马振宇 并公布失踪法轮功学员的下落 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21年迫害已经太长太久 必须停止